二百零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一香港《經濟日報》非總統斥話將納粹經強烈不滿 2015年6月4日中國要問A.17 本報信 針對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指責中國在南海的行為,讓他賞氣納粹德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作天說 中國對這一方謀無理言論深感震驚,並表示強烈不滿 中國外交部昨天下午舉行禮行記者會,華春瑩再回答媒體新聞時 作相述表示,華春瑩首先表示 我注意到有關報導,對非方領導人有關荒謬無理言論深感震驚,並表示強烈不滿 他說,1970年代以來武力非法侵佔南沙群島部分島礁的是菲律賓 1999年以來企圖以坐灘形式涉占人愛暗沙的士菲律賓 2012年派遣軍那武力襲擾在黃岩島海域正常作業的大陸漁船 愚民的士菲律賓,外交部速非方停挑撥挑釁華春瑩指出 2013年無視中方新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帝約國應有權利 違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和兩國間一系列共識 單方面將有關爭議提交所謂國際仲裁的是菲律賓 近年來出於一己私利,不斷勾結域外國家搞混水 抹黑攻擊中國的,還是菲律賓,他指中國是重信搜索的負責任國家 始終自力於透過與直接當時國之間的談判協商解決爭議 同時,中國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意志堅定不移 並促非方停止挑釁